科皮艾将传播轮练 周刊报蔡宜芳与张艺善摩铁私会三小时 及时新闻 综合报道民众党党团助理蔡宜芳在议员和立委选举接连失利后 多次遭周刊执疾与已婚的科文哲新妇 民众党中央委员张艺善私下优惠 两人不仅在车上积稳 还在摩铁相处约三小时 周刊王报道 从上月27日到本月3日 蔡宜芳和张艺善在6天之内优惠三次 2月27日张艺善贴心接蔡宜芳下班 在信义区漫步优惠 直到11时才分开 3月1日中午张艺善驱车到蔡宜芳住处 两人先在星巴克喝了两小时咖啡 再到对面牛排馆吃饭两小时 晚间6时许一起搬东西到民众党党团 晚间7时许两人到永和的汽车旅馆 休息三小时后才离开 3月3日中午张艺善又开车到青岛东路接蔡宜芳下班 将车子停在路边后 张艺善轻抚蔡宜芳的肩膀脖子 蔡宜芳也将头靠在张的肩膀上 接着两人在车上甜蜜勇吻 持续了40秒才在基稳中结束 报道提到张艺善与蔡宜芳相差20岁 张艺善已婚育有一女 女儿才比蔡宜芳小5岁 张妻近年来在日本经营民宿 夫妻相隔两地 周刊询问张艺善回应 她否认与蔡宜芳交往 而询问是否进出摩帖 她先强调没有去汽车旅馆 但听闻周刊掌握证据 她又改口称讨论公事 并称妻子知道她与蔡宜芳的公务交往关系 蔡宜芳则表示 张艺善是同党同事 时常见面、喝咖啡 曾一起到汽车旅馆开会 知道张艺善已婚 两人没有任何私情 蔡宜芳目前关闭个人脸书和粉砖 张艺善与蔡宜芳相差20岁 张艺善已婚育有一女 张艺善女儿才比蔡宜芳小5岁 张妻近年来在日本经营民宿 夫妻相隔两地 资料照周刊询问张艺善回应 她否认与蔡宜芳交往 而询问是否进出摩帖 她先强调没有去汽车旅馆 但听闻周刊掌握证据 她又改口称讨论公事 并称妻子知道她与蔡宜芳的公务交往关系 翻设自周刊王 баб明白事实在ила 海满宜称 המ 并不知道